世界上最美好的 无非这三件事 有香气的鲜花 追不到的它 还有别人家的木瓜 配音从不给钱 我的妈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莫属 欢迎大家来到农村 农村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颗木瓜有些年头了 长得特别特别的高 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 比较神奇的是 它从这个分岔这里 它又长出来 这块呢 大家不要担心 虽然你们看了长得很多 但是它这块还是比较 农村的美食 是有记忆的 它承载着童年那一份 无知和吵闹 中国人对竹子的喜欢 由来已久 在古代是劳动人民 主要的生产工具 可以制作成各种乐器 这就是竹子的文化符号 寓意正如它的形状一样 势如破竹节节高 淡薄清高正直有气节 正如古人所言 是兄弟就来砍我 所以砍竹子 是食物取材的第一步 我只是个配音的 写什么我就想什么 原始的海南李苗族 都有狩猎的习惯 在结婚这件大事上 女方家庭会送火药枪 为见面的 以为多打猎多收获 而上山打猎 最简易的美食 是竹筒饭 猎人会携带干粮 除了大米以外 还有玉米 腊肠 为了便于打猎 其他取材全来自于山上 给大家还个全景 你们看一下我旁边全是菜 这鸡老是草 这个是玉米 然后这个是白花 哎呀你等我录完视频 老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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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长得特别的多 长得都没有人管 有一个给虫子咬了 浪费了 浪费 我们搞他一个 除了在山上砍下竹子以外 香兰叶是竹筒的精髓了 香兰叶也叫斑兰叶 生长在热带的绿色植物 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天然芳香味 能让食物增添清清香甜的味道 这个是跟咱们村民讨的啊 跟人家拿的 所以要实话实说 是抓的就抓的 我没必要说把这些东西放在那个笼子里面再抓一遍 那个就搞假了 没意思了 荷虾和螃蟹合起来 我们一般都称为荷蟹 好我们现在来转木取火 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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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着了 看着着了 一边吃螃蟹一边等猪筒饭啊 差不多了 很香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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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翻车了 翻车 翻车 但是我们三韩蟹 三韩蟹是不吃的啊 所以它已经把那个味道闷在里面了 来点椰子水 当然有很多小伙伴会问我说 莫叔你怎么在野外老是吃那么香啊 真的假的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你在野外饿一天 你吃什么都香 好吧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这一切 可能都要从一只蝙蝙 开始说起